要有多幸运 才能遇见这样的秘境 那天我从雪山脚下的村落 一直沿着巴松错环虎而行 这颗露入人间的宝石 如此干净纯粹 是西藏独自于它的圣洁 它指引着领人靠近它 于是我躺入大地 换一个视角去丈量这里 雪山很近 水自漂流 风也自由 找到了心中的这片海后 再别无所求